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有好几套剧本 假设今年在产生水果产销失调 要跟你一起切副自杀 我不鼓励自杀 对 但是我要为你数据做好 我们一定会让所有主要的农产品 都不会产销失调 你敢不敢保证 我现在就保证啊 好 保证 我希望 益长 曾明仲准备来拆农委会招牌 这下没辙 孙正常一句话化解的还有是否涨电价 最后确定是不是不涨 就现在经济部给我的整个资料 现在并没有要涨的情况 如果电价委员会决定要涨 院长还是会让他涨吗 我到时候要判断 孙正常上任五十几天 已经解决二十多项民怨问题 自诩接地气内阁 果然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穷穷穷 三立新闻综合报导